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7月23日 欢迎收看今天的中国财经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 中国官方媒体今天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本周三前往西藏访问 一些外国机构认为 此次访问的组织方式 以及官媒的报道 透露出西藏依旧是敏感议题 中国当局对其在西藏人民心中的合法性 缺乏信心 指出习近平在拉萨市考察 布达拉宫等知名地点 并且同群众亲切交流 布达拉宫传统上是藏传佛教 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居所 但是第十四世达赖喇嘛 在1959年发动西藏起义后流亡印度 中国指控达赖喇嘛试图分裂西藏 并且从2010年起中断了 同达赖喇嘛代表之间进行的对话 这是三十多年以来 中国国家最高领导人首度访问西藏 上一名视察西藏的最高领导人是江泽民 他在1990年7月赴藏考察 习近平则分别在1998年的6月 担任福建省委副书记 以及2011年任国家副主席时造访过西藏 在习近平执政的9年期间 西藏旅游业快速扩张 当地建设了新机场 铁路路线和高速公路 中国近年来收紧了对佛教寺院的控制 并且扩大汉语教育 美联社指出 习近平此次访问西藏的时间点 正好是1951年 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17条协议签订的70周年 该协议确立了中国对西藏的控制 达赖喇嘛表示 他是在胁迫下签署了这份协议 印度总理莫迪本月初罕见的致电了达赖喇嘛 祝贺其86岁的生日 并且在推特上发文分享此事 这是莫迪自2014年出任总理以来 首次公开证实与达赖喇嘛的通话 中印关系不合可见一斑 总部涉与华盛顿的非政府组织 申源西藏表示 习近平访问西藏显示出西藏在中国政策考量中 占有重要的地位 而此次访问的秘密组织方式 以及官方媒体的延迟报道 透露出西藏依旧是敏感议题 中国当局对其在西藏人民心中的合法性缺乏信心 香港的南华早报则引述观察人士的话指出 习近平第二度访问拉萨可能着眼于国内 包括改善稳定和加强发展 香港天大研究院副院长吴俊飞分析称 让藏传佛教适应社会主义及中国国情 以及通过加强政治和思想教育提升民族团结 可能是他此行的关键主题 吴俊飞还指出 宗教汉化已经成为中国民族和宗教政策的基石 中共旨在打造一个共同的中国身份 在西藏发展方面 吴俊飞认为习近平将承诺进行重大基础设施项目 以促进经济增长和当地就业 并且为生活在邻近省份 四川 云南 甘肃和青海的藏人提供就业机会 另一条国内的重磅消息 消息人士说 中国正在考虑要求那些课外辅导公司 转变为非盈利组织 这是北京对教育行业全面限制措施的一部分 可能会使中国价值1000亿美元的教育行业 遭到严重打击 消息人士说 目前正在酝酿的规定中 这些私人的补课机构 可能不再被允许筹集资金或者上市 已经上市的公司 也可能不再被允许进一步的投资或收购其他公司 而外国的资本也将被禁止进入该行业 消息人士说 地方监管机构将停止批准新的课外辅导公司 并要求对现有的在线平台进行额外的审查 另外 假期和周末的学校补课也将被禁止 受此消息影响 教育股集体崩盘 新东方教育今天在香港下错了创纪录的41% 而新东方在线也暴跌28% 也是其有史以来最大的单日损失 好未来教育集团在美国盘前交易中暴跌47% 纳斯达克上市公司跟谁学也下跌达到53% 一位基金经理说 让这个行业不盈利就像是把整个行业全部铲除一样 北京当局认为过度的家教使学生感到痛苦 并且使家长承担昂贵的家教费用 影响夫妻生育的意愿 提高生育率是中国目前的首要任务之一 因此北京对该行业采取了严厉的措施 上个月中国表示将允许对夫妇有三个孩子 并且发布了一系列的支持措施 包括结束超生罚款政策 分析人士表示 让整个行业走向非盈利 将使那些上市的实体变得毫无意义 近年来教育已经成为中国最热门的投资项目之一 仅去年就有100亿美元的风险投资涌入该领域 阿里巴巴 腾讯和字节跳动都进入了这一领域 中国政府对盈利型公司给孩子带来的压力 以及投资者和创业公司的财富提出质疑 5月份习近平主持了一次与高级官员的会议 他们批准了一套新的规则 以减轻中小学生的家庭作业和课后培训的负担 上个月中国教育部还首次设立了一个专门的部门 来监督所有的私营教育平台 该监督机构已经对阿里巴巴和腾讯投资的 两家最大的初创企业的虚假广告进行了罚款 一部关于未成年人保护的新法律于6月1号生效 它还禁止幼儿园和私营机构向学龄前儿童教授小学课程 中国最大的民办教育公司的股票 是近几个月来表现最差的股票之一 新东方教育 好未来教育和跟谁学 从今年早些时候达到高点至今 已经减少了近1000亿美元的市值 跟谁学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说 该公司目前还没有收到有关规定的正式通知 在美国躲债的乐视网负责人贾跃亭 所创办的电动车公司法拉第未来 简称FF 昨天在纳斯达克成功挂牌上市 早盘一度大涨24% 随后小跌4.7%来到13.13美元 法拉第未来称 穆德的资金将在加州量产电动车FF91 FF大股东之一的恒大汽车持股20% 也跟着受贿 恒大汽车昨天股价飙涨20% 截至目前FF91在手的订单超过1.4万辆 法拉第未来计划完成募资9个月后 于加州的汉福德工厂量产FF91 预计年产能1万辆 2023年建设韩国群山工厂 有望带来年产能27万辆 现有的股东中 恒大集团曾于2018年协20亿美元入股 法拉第未来 后来因为分歧而分道扬镳 调解结果是境内资产归属恒大 海外部分则继续归属FF 恒大也不再继续投资 此后FF又经历了多次的融资 截止到目前为止 恒大仍然持股20% 富士康生产iPhone的大本营 河南省郑州市遭受史上最大的暴雨侵袭 此时正值新的iPhone设备的量产之际 郑州灾情严重 当地交通大乱 导致物流瘫痪停摆 恐怕将冲击iPhone新机零组件的供应 与整机的出货 网络上流出了富士康郑州厂区 四周道路严重淹水的照片 并且说富士康K区的大门口 你还能认得出来吗 富士康表示 针对郑州水情集团第一时间 启动应对机制 以保护同仁为首要原则 持续做好员工照护以及安全生产 目前郑州园区内的人员 安全无余 集团将视水情变化调整运营 富士康在郑州有三个厂区 郑州厂区是生产iPhone的主要基地 有超过90条生产线 约35万名员工 全球大约有一半的苹果手机 都来自郑州工厂 根据年度网络安全报告 腾讯的小程序 对个人数据泄露构成重大风险 中国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小组 测试了50个个人银行微信小程序 发现超过60%的小程序 无论是在设备上还是在传输时 都没有加密任何的用户信息 此外超过90%的程序被发现 没有对用户的敏感数据进行保护 报告指出 近年来微信小程序发展迅速 但它也暴露出突出的安全风险 特别是用户的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相当严重 小程序是可以在微信应用中启动的轻量级应用 不需要下载和安装 在测试了50个银行小程序后 报告发现 平均每个小程序都包含8个安全风险漏洞 但是报告没有披露这些应用小程序的名称 发布报告的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小组 是一个设在北京的机构 向中国网络空间管理局报告 以上就是今天中国财经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